所以各位他好高兴啊 就找律师来告带地通行权 法官呢 判他说你这个土地确实没有零公路 而且被这小小的这个麒麟地围着 所以他就判给他带地通行权 各位判给他了 现在就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他这个地离马路很近啊 所以法官说判给他两米就可以通马路了 他呢去公务局要申请建造 各位不能申请啊 要三米以上才能申请啊 这个地离马路夺森 因为有消防的问题 所以要 这个就是路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赶快上诉 高等法院说 至少要给我 我才能够盖房子啊 结果高等法院说 对不起 带地通行权只给你通行 并不是要让你盖房子的 哇 各位 这个问题 各位 第四呢 到带地通行权呢 经常会发生的问题就是说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有一个人呢 他是专门在做中阶公司 他爱当老板 所以对土地也不是说很陌生 那他去买了这个AD 他呢 去现场看 整个都是马路 那这个马路的 马路线是这样 但是这里的部分是空地 看起来也是马路的一部分 所以他到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财政局呢 去跟政府标说 这块地我用4000多万标起来 他标起来了以后 他就认为说他是有零路的 他就要去申请建造执照 要盖房子 找建筑师画一画 结果要去申请的时候 被我们公务局驳毁 说你不能够申请盖房子 因为你前面啊 有一小块的麒麟地 这一块麒麟地是别人的 是以的 你没有零计划道路或是继承道路 你不能盖房子 哇 各位 这个时候呢 他就去找前面这个乙说 我要跟你买这个地 我可以贵一点跟你买 结果这个乙说呢 我呢 就是专门买这种地在为人家的 所以我不卖 甲跟他讲说 你可以开天价 他说我无价 我不开 我要留着给我的子孙当传家宝 你跟他讲说 你被我围住了 所以你的地呢 不能盖 所以你这个四千多万的投资不见了 但是如果你忍不住 我可以向你买 那甲说 好啦 那我赚一点点四千多万 我给你赚个五百万 四千五百万卖给你好了 他说 你开什么玩笑 你被我围住了 我是要两千万跟你买 这时候甲当然不乐意 我怎么可能买来赔钱卖给你呢 他说不乐意 那你就放着吧 那各位这个时候呢 我假的说 那我怎么办呢 他不让我过 人家上去找律师了 律师就跟他讲说 那你这时候没有临路啊 所以是带地啊 那你带地的话就来告 带地通行权 这里就会有一条通路 你就可以临路了 临路的话就可以指定建筑线 你就可以申请建造 哇他已经好像一根拂木获得那个了 所以他好高兴啊 就找律师来告带地通行权 结果法官判他说 你这个土地确实没有临公路 而且被这小小的这个麒麟地围着 又判给他带地通行权 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判多少给他可以通马路 因为他这个地离马路很近啊 所以法官说判给他两米就可以通马路了啊 那各位判两米给他 他呢去公务局要申请建造 不能申请啊 要三米以上才能申请啊 地临马路夺深 因为有消防的问题 所以要三米四米五米 甚至要六米 还有工业用地要八米 这个就是路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情形的时候 两米他就知道说不行 赶快上诉 高等法院说 至少要给我三米啊 我才能够盖房子啊 结果高等法院说 对不起 带地通行权只给你通行 并不是要让你盖房子的 哇 各位 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目前实际上最痛苦的 这个见解是来自于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见解 他说 因为这个是相邻关系 这不是建筑法的关系 所以你要想办法去得到对方的土地使用同意书 让你过 那如果你是硬着叫我们法院给你判带地通行的话 我们只考虑你通行的需要 不考虑你是不是可以建筑 哇 这样的一个见解 在法官的考试里面也有出这个题目啊 像类似这样的情形呢 老师也有打过一个案子在台南的 这是透天的房子 那当初的时候呢 征收马路啊 但是这里呢 没有征收完全 在临这个道路的预定地里面呢 就会变成说 他确实是有临计划道路 但是计划道路未开辟 没有开辟 假设说他是20米 他只开辟了10米 这边没有开辟完成 或是留5米没有开辟 各位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呢 他可以指定建筑线 而且你可以去盖 那这位如果地主没有出来挡的话 你就给他盖下去了 在早期就这样 那结果呢 各位我们房子买了以后呢 后来这个地主的土地卖给别人或被拍卖 被已买到了 已就把我们家给围起来了 各位用铁网子或是用黄色警戒线把你围起来了 他说呢 这个地是我家的 哇塞 各位这种东西 大家都分头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那各位像这样的情形 那他假买了空地以后呢 他前面大概4米半 4米半就是一个透天的大概这个宽度 那隔壁呢是有盖房子的 那他说我买了空地要盖房子 他看起来是临马路的 可是各位人家围起来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征收 那像这样子的话 他变成是没有直接临马路 所以是一个带地 那这时候呢 我们去告他 结果对方讲说 那给你通行啊 我给你2米通行就好 哇 各位又来了 我通行2米就一台摩托车进去 不能盖房子啊 所以我当时在台南地院的时候 我就跟法官讲说 这个是4米半 你给我2米 还剩2米 他2米要干嘛 种番薯啊 官也是被我说服了 这种东西是我门口所需要的 而且我必须要面临4米 这个时候呢 要面临这个部分 所以他留这个是没有用的 因此像这种 留下的是麒麟地 我们可以用嫁金把它买下来 刚我们说服法官就全部 前面这4米半 全部都给我们 所以这个案子我们是有成功 可是各位刚刚这个呢 是2、30米的面临马路的部分 法官不可能2、30米都给他 所以他只有盘塌2米 导致于目前这一块地 买了10年了 都没有办法开发 这个买地要非常注意 有没有临路 而且确实要临路 才能指定出来那一条 很可怕的线 叫做建筑线 建筑线一定要临计划道路 或是计程道路 不可以临失色路 那么这个建筑线的指定 还涉及土地的深度 虽然带地通行权 可以取代他方的土地使用同意书 可以去指定建筑线 但是你在建筑技术规则里面 不够这个宽度的时候 没有办法申请建造执照 指定不出来建筑线的时候 你也没有用 所以这个目前是我们实务上 最痛苦最困难的部分 带地通行权只供你通行 不一定要供你能够建筑 那各位呢 那我们当然最高法院 也是明理的人 大家也不要认为说 我们的法院就比日本的差 其实我们的法官都是活着的 他脑袋也都有在动 我们目前最高法院 他认为说 带地通行权虽然只是要给对方通行用 但是如果这块地是建地 这块地是农地 那我们也要考虑要给它多宽的道路 然后让它是建地的功能可以发挥 你给它两米 结果它不能盖房子 那它这个土地的性质 它土地的作用 它土地的经济效益 没有办法发挥 所以现在最高法院的见解就是变成 我们法官在给它代替通行权的时候 也要去考虑它是什么性质等等 那各位这时候就惨了 因为变成我们要考虑它的性质 那最高法院就讲得很模糊 所以有的法官还是认为说 带地通行给你通行就好 那给你盖房子 对方土地要损失那么大 所以他还是坚持说给你通行就好 那有的法官认为说 这既然是建地 那你至少要让它能盖 那这是农地 你至少要给它两米半农路可以通行 农车可以过 这个部分的话 法官之间就会有不同 所以各位在个案里面 就是好文的到实情 派文的到人情 这也就是我们有时候去打官司 你碰到不一样的法官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不一样 就是说法院在个案的取舍上 还有法官个人的思想上 确实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带地通行的部分 通行的路的宽度 能不能通行 大概没问题 能不能建筑还有符合土地的使用强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为什么买地很可怕 不是有路就好 这里0 20米的路 那么当初这里有一块地是 是甲乙丙丁物共有 当初我们就找一位带书 然后就把它切成 12345切成5块 大家就给它留下4米路 大家保持共有 这个土地的性质是工业用地 就发生这样的事 这个甲先把它卖掉卖给A了 A就来把这整块地去申请盖工厂 它的工厂就盖在这里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这个工厂的基地 也就是没有盖房子的部分叫做法定控地 这整个土地都已经被纳入工厂建筑物的基地 来计算当初建筑物的建壁跟容积了 工厂盖起来之后 B这一家公司就来买了两个单位 就跟丙跟丁买了将近两亿的地 给它买下去了 他们认为说我有路 所以我要来申请工厂来盖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发生什么吗 在一般的建筑里面 从这个地方大马路进来 那你这个深度临马路如果很远 它就要有三米五米六米还有八米 各位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着火了消防车要咚咚咚咚咚 进来救这个工厂 路如果太小的话 请问消防车能够跑进来吗 跑不进来 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至少要六米以上 那如果比较离马路近一点 可以三米可以四米可以五米 那一般呢就是至少要六米向道 消防车才能跑进来 可是各位这个地不一样啊 它是什么地 工业用地 所以工厂一爆炸一着火的时候 各位那所有东西都要跑进来救 人要疏散 要盖工厂的话 你的路至少要八米 要八米路才可以 那各位它留色的只有四米路 而前面这一边呢 没有办法再开辟道路了 因为已经被人家拿去建筑使用 所以各位他们所买的地 通通不能盖 通通不能盖工厂 所以可能这两亿呢 就死在现场 这个好可怕 所以当你对土地 还有路的关系不清楚的话 你可能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你买了那个地 不能够做工厂的使用 你甚至要堆制物品的话 都会有问题 所以你没有办法拿到工厂许可证 因为它的路太小 这些不是带地 但因为路过小而无法建筑 所以各位呢 带地通行的路宽很重要 这个部分老师有机会的话 再跟各位同学来报告 因为土地离马路的深度 会影响开带地通行的宽度 这种知识呢 不只是法律的知识 它是一个建筑的知识 还有土地使用强度的知识 请同学要注意哦 这种情形是这样子 好各位 再来呢 老师要再继续讲下来的 就是第五个 既然买带地可以来告旁边 让我们有路 让我们的土地长起来 现在就有人这么想 他怎么想呢 他这一块地呢 前面假设是台塘的 那他这一块AD就长长的 他前面就有路 那我就把这一块地埋起来 哎呀 我就这样想 我就把它切一半 然后这一半来带透天的 我这边都有零路 那我这一块把它切一半 那我就剩下A 这里是A之一的土地 现在变成我这一块地 切出来的这一块地 没有路了 我就来告 国有财产署或是台塘 说我要从你这边走出来 所以我这里呢 就可以再盖房子 各位这样是不是perfect很完美 结果他进去告了以后 法官会说什么 会说你也太坏了 你把自己搞成带地 你本来整块地是有路可以走的 你把它搞成带地 才要来走别人的地 还要来说我没有路可以走 这种是很坏的行为 所以各位他在明法七八九条呢 说不可以这样干 所以说本来地是有通公路的 你把它自己弄成没有通公路 再来走别人的路是不可以的 那各位像这样的事情 他呢打官司打输了 我们这一个原来的地主 把这一块土地贱卖给别人 那呢 你只想说买带地有赚钱 那各位那看起来就是 土吊起来是带地啊 那你也没有看到是他是之一 或什么割出来的土地 结果你就去给他买了 买了以后你就找御师来告他 告国有差判署 或告别人 结果一告的话 这时候就违反计判例 因为这以前他已经失败过 不能告了 违反明法的计判例不能告 纵使他以前没告过 那也违反民法7189条的规定 不能告 老师再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 这个厉不厉害呢 就在这个地方而已 各位这个路呢 它长成这个样子 那个路长成这个样子 以前有一块地呢 它就 就长成这样 这个地呢 当初都是临马路的 而且临的很多 他们从民国五六十年的时候 就给他割成这个样子 那这一些呢 都有临马路 而且这些都有独自的地号 房子都慢慢地盖起来 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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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盖起来 那这里呢 他也把它盖起来 另外他这里又盖一间房子 哇 那各位 这个部分的时候 这个都是 以以以后来买到这一块土地 以前这个假的土地呢 他都没在管 他都让人家在走 后来以把这一块土地 卖给丙了以后 丙就要去盖房子 他找地政来附葬一梁说 我土地的戒指是到这里呢 怎么会有 我隔壁的这个北侧的人 在走我的路啊 他就把它围起来 不让他过 结果这个乙呢 就跑来告这个丙 说呢 这个土地虽然你买到 但是呢 因为我的土地是带地 带地 所以我要 告你这个地方 让我通行街公路 这样 当事人呢 去问了很多律师 很多律师就跟他讲说 你这一件 大概是非给他走不可了 可是他来问我了以后呢 我的眼睛呢 就不是指注重在假语之间 我的眼睛呢 注重在说 他的土地是 某某地号知识 或知己 我就把知九 知八 知七 知六 知五 找到母地号 然后把这原来的土地的 这个轮廓 用荧光笔把它画出来 我发现 原来这一块土地 当初还没有分割的时候 都是临马路的 是你们自己把它割成 没有路 拆来走别人的路 这个案子的话 我一分析出来 我就跟我的当事人秉说 你不用担心 这个事情是对方不对 他来告我们带地通行的话 他原来不是带地 所以他不能够走我们的路 像这种案子的 我们在买土地的时候 就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你如果不小心买到这个乙的房子 或乙的土地 你将来会变成没有路 那各位 他来告我们丙的时候 乙就败诉了 他只能去走以前隔壁的路 但是我们台湾人的习惯不太好 本来我们有建幣率60% 其他要留法控 结果这里的房子全部都盖满 乙没办法从丙这边走 他要回去走原来乙的地方 但乙那边已经没地方给他走 他会变成无路可走 那各位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隔壁要拆屋 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像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 我们买这个地的时候 可能会血本无归 所以各位 第五的话 就是要注意民法7189条土地分割前 有没有临路可通行 而后来才变成没有路 这个东西很重要 好 各位 那来第六个部分 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刚刚是这样子的 那各位 如果这个乙 他当初来告我们丙败诉 已经确定 结果这个乙 没办法了 所以他就把他房子土地 贱卖给丁 丁要去弄 要卡住了 他又把他卖给乌 最后乌回头告这个丙 说我要通行你家的地 这一种情形的时候 当初甲乙之间的土地 就有这个关系 而败诉确定 丁在买地的时候不知 或误在买的时候不知 这种时候虽然他们都已经是第二手 但是呢 这一种情形在我们法院 因为他是误权效力 所以当初乙跟丙的这个判决的效力 依照民事诉讼法401条 他的继盼力是误权 所以他的继盼力 急于继承人 也急于特定继售人 也就是买房子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误权的效力 所以各位 这个时候丁 他买到了这个房子 买到这块土地 再来告评 要代替通行 买到或是误 买到了这块地 要告他 因为他们虽然都不知道 可是这个判决的继盼力 效力会急于后手 所以买土地就要查清楚 到法院去搜 然后呢 有没有七八九的状况都要查 所以各位呢 知识就是力量之外 知识也是金钱 各位知识 不懂的人会聊到 懂的人 你就可以避开这个风险 各位同学 上课 活到老 学到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小看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大公司也会犯错 因为这是专业 让各位同学能够了解 带地通行权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 老师呢 今天把带地通行权 最主要的部分把它讲下来 那么如果我们被通行了 那当然法律上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跟对方要求长金 不过这长金通常不会很高 这个因为是为了调和土地跟土地的乡林关系 所造成的 这个带地通行权 要嘛 可以创造很好的利润 不好嘛 你买到了 可能你就赔的很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千万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的知识 给它充足起来 我们今天上到这地方 谢谢大家